大公报早几天有一个WhatsApp群组的资料 疑似在7月4日 在一个司法界的WhatsApp群组里 证实了根据WhatsApp群组里的信息 说7月3日有这个讲座 黄淳口法官是做主持 他亦有份试过男刑的裁判官 既然现在坊间已经陆陆续续 有出现一些不同的信息出来 包括报章又有报道到一些WhatsApp的内容 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版本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 为了能够让司法机构交代清楚 释除大家公众疑虑 就是不如他直接就应我们邀请 走过来立法会的司法事务委员会 又可以详细交代 又可以解答一下我们议员的提问 其实都是维护他的声誉 亦都让他可以有个清晰的解画 解清楚给大家听 不需要有那么多疑问